民进党姓平风波延烧 昨天又有一名女导演在脸书上痛诉 2010年时她收到民进党前城局办公室主任洪志坤的邀请 希望能为高雄年底的五都市长选举拍摄宣传片 结果洪志坤却在汽车旅馆对该名女导演进行信骚 女导演发文表示当初讨论拍摄会议的时间越改越晚 甚至被送到了一个汽车旅馆讨论脚本 而洪志坤借口帮女导演完成梦想 对她说我可以帮你只要偶尔让我任性一下 最后更对她环保摸凶 对此洪志坤6号凌晨在脸书上回应 给人不好的感受一定是我的错误 我没有任何职务也与任何人无关 并强调只有真诚道歉该进并弥补过错